最近大盤這樣上上下下 到底還有沒有行情啊 其實這個盤不缺行情 只是缺少發現 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集團 我是Sandy 歡迎John 哈囉大家好 我是John 剛剛說缺少 不缺行情 是缺少發現 John你發現了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盤 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盤是不是上上下下 對啊 那有些人說是震盪整理盤 但有些人說是震盪整理盤 就是整理上上下下 他扒你扒到不行 那其實這個盤呢 我還是總歸一句話 你一定要挑選蠻窄的產業 然後在利多消息之前去佈局 那講得好像很簡單 那到底該怎麼去操作 大家看一下 我們有說了好幾集 到底怎麼去操作一檔股票 第一個 如果這家公司定量很好 誰先知道 公司先知道 所以公司先在第一檔佈局之後 然後再call 親朋好友 一起買完之後 第二個什麼 利多消息放送 因為看到媒體怎麼一直去發 某一家公司的利多消息 多好又多好 再來是什麼 財報公開 或什麼什麼公開之後 就突然開高走低 突然殺起來 這就是一個完美的佈局 所以大家要抓好時間點 不是你看到利多新聞才去追 那我們 標準SOP 對啊 我們舉例一檔股票 這檔送分題 這我們在Telegram一直講的 那我說什麼 他這個禮拜四 就是明天會開法說會 慘能滿載帳 然後又準備擴廠 這麼多利多消息 集中在週四的法說會 那也就是說我們的利多消息 釋放的那個最後一步 第三步 你看法說會前一個月 漲了多少 已經漲了一百% 漲了一百% 一百% 他在法說會的前一個月 其實利多消息 就一直不斷的放大家看一下 這檔公司就是我們的聯電 那我發現聯電 他的那個罰金嘛 就是好像罰的好像不多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新聞就忙爆了 聯電的那個罰金 第一預期 上延慶祝行進 聯電連發科 外資上修目標價 真的是利多 在第三個聯電擴大產能傳買東資巴順上 很奇怪 為什麼這一個月 狂放利多新聞 那我們要去看一下 那你看一下 這個發利多新聞前的一個月 其實已經漲漲漲漲完了 那我認為 最最後的煙火 跟不要說最後的煙火 最大的煙火 最大的煙火 會落在明天週四的法說會結束 也就是週五的行情 我認為會相當不錯 所以這檔公司 我們怎樣 就是在法說會前面布局 然後在法說會之後 等到煙火釋放之後 我們再賣出 那看有誰要 我們就給他們 因為好公司嘛 看有誰要 我們就把它賣給他們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智義 那智義這家公司 老實說 我們買在的比較高位置 是在93塊跟90塊 然後後續跌一波 他說 John你不是說 網通族群很好 亂講 那怎麼會跌 股價怎麼會跌 我要在這邊跟大家呼籲一件事情 股價漲漲跌跌 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你可能會說 那股價 如果買的公司 股價後續跌了 到底要不要做停損的動作 大家最好奇這個問題 那我要說的是 你看一下後續 我們的第三季財報會非常好 這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講的事情 那第四季也會很好 那第三季財報什麼 11月初的時候去公佈 所以你說在9月底的時候 有點修正 我覺得還OK 所以我們繼續放 繼續放 繼續放 那現在也創了多少波段新高 那我認為是有機會挑戰歷史 新高的位置 所以這就是我們所謂的OREN大聯盟 就是你的5G的規格產品 都統一之後是很有利後面台廠的 那現在5G之後 基地台嘛 然後後續的遠端設備什麼什麼 台廠非常重要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自己的營收 歷史次高 我認為下個月營收出來還會繼續創新高 那再來我要講的是ABF載板 ABF載板你看今天是大跌 今天很可怕 外資喊星星南電減碼 再來第二個什麼 星星ABF載板高速成長外資調升到155元 前面看好然後後面給你一槍 我在說的時候這都是外資講的 不是我講的 調升目標價也是他講的 砍降品也是他講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超市 我們在115塊以下買的南電 在9月就是冬秋連假那時候吧 9月29號 那我們在10月19號就獲利賣出了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下面的口訊 我說什麼南電我們非常看好 但是我們先賣出 你有沒有覺得這就很奇怪 看好為什麼賣出 對那我要再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因為華為今年的關係 華為海獅的貨要調整 所以在10月11月的時候 第四季會有個兩週的調整 它的營收跟毛利會下降一點 那我們就是怕這個利空會被外資拿來炒作 還真的他們就拿這件事情來開槍 那沒關係 第四季我還希望它打得更低一點 我後續會把南電這家公司給接回來 因為ABF載板我跟大家說 明年的需求一樣是滿載 那第四季只是出現一個小調整而已 所以有更多的產業資訊 我認為都可以到Telegram來去觀看 最新的第一手產業資訊 是感謝Jong的分享 想要收到最即時的財經消息 一定要加入Jong的LINE X和Telegram 財經其實通話我們下次見 掰掰 謝謝大家